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昨天才涨200多点 今天跌了300多点 所以为什么大跌呢 你就算不涨也不应该大跌 特别是昨天美股大涨 这是第一件想不通的事 第二件想不通的是 昨天外资不是才超底181亿吗 不是才大买超吗 怎么今天翻脸马上卖超了224亿呢 所以我们看画面上可以看到 在今天指数是来到15347点 又再破底了 创下13个月的新低 在今天开低走低收最低 而成交了2785亿 现在时间是傍晚的5.35分 现在美股和欧股仍然持续杀身隆隆 画面上所看到的是 Dowjones的期货盘 大跌了1.3个百分点 同时我们来看到 那达克指数跌幅更重了 大跌了将近有1.8% 我们来看欧洲股市 德国股市有夠恐怖的 现在大跌了超过两个百分点 法国和英国目前跌幅也非常沉重 法国股市也大跌了1.8% 特别是油价 我们西德州原油和布兰特原油 都要来看 我们先来看布兰特原油 布兰特原油重摔了超过4个百分点 西德州原油重摔了超过5个百分点 经济衰退真的要来了吗 我们来看在今天市场恐慌气氛弥漫 特别是从盘面上的族群来看 我们来看到在今天的航运指数 在杀完融资之后 在今天还在杀 在今天从日K线的角度来看 是破底的整个航运分类指数 是大跌超过5个百分点 再回到盘中走势 在今天除息的联电 今天除息就贴息了 在明天要除息的联发科 今天已经先气息了 在今天台积电再度看到四字头 在今天是收在494.5 所以这样的恐慌气氛该怎么办呢 台指期已经看到万四了 亚洲股市并没有反映 道族塞纳达克昨天的大涨超过2%的利多 反而全面都是走弱的 特别是台股先领跌之后 影响到日股 韩股 港股 通通跟着下沙 好 特别来谈向日元 日元一度创下20年新地又在扁了 我们来看日元最新的汇价 现在是136.14 对1美元的最新报价 回头来看外资在昨天 怎么翻脸比翻书还快 昨天才超底180亿 在今天竟然又卖超了224亿 让今天的台股破底 岂止看到万四 而台股从之前的 大家说破底翻 变成了死猫跳 台积电航运股再创新低 而绿能股成为了资金的避风港 投信出现了停损潮 融资多杀多 还在持续进行中ING 而气息股越来越多了 连电在间被气息 特别是连发科也被气息了 所以相关的股价都持续往下走弱 连电群创再创新低 我们稍后一帮你来做解读 赶快来介绍来节目现场的来宾 邀请到清大工科系教授 叶宗光 叶教授 老官好 观众朋友好 糟糕 痛苦压力那么大 老师又要涨电价 邀请到参议所助理教授谢晨彥 老官好 大家好 参议专家 赖先生 憲哥 老官大家好 资认分析师 萧光哲 大家好 资认分析师 陈薇良 娟姐好 大家好 好 今天一开始 跟我带你来关心的是 彭彭的多米诺骨牌 效应持续在发酵 我们先来谈在今天 第一张骨牌是电价撑不住了 等会要来谈第二张骨牌 是经济衰退挡不住 连我们的工作恐怕也守不住 我们先来讲电价撑不住 因为成本节节高升 台电说再不涨电价 我真的要亏惨了 现在连台积电也急了 所以我们来看新闻 真的要涨电价了吗 下周一 6月27号要拍板 台电要涨18%才回本 那不得了要涨18% 大家一定还记得 油电双掌的噩梦 难道又要来了吗 因为台电在今年恐怕会 大亏1500亿 这是保守的算法 有人说恐怕不止 甚至有可能亏到2000亿 因为成本实在涨太多了 燃煤涨太多了 天然气也涨太多了 所以经济部在下周一 要开会 要开省议会 来决定到底要不要涨电价 现在有三个方案 等会再来告诉你哪三大方案 不过企业界说 如果涨电价 制造业一定会出走 所以现在政府是不是陷入两难呢 所以我们往下来看 到底现在有哪三个版本 第一个是大家通通涨 不管你是民众还是企业 全面涨3% 第二个是继续动涨 因为通膨压力太大 担心会引发通膨往上升高 所以干脆继续在动涨 第三个方案是 用电大户和豪宅涨8% 我不知道豪宅的意义是什么 这将来可能会炒翻了 好 所以这三个版本 老师赞成哪一个版本呢 如果你去开会 你会选哪一个版本呢 其实我看电价这件事情 我们已经连续八次都没有调整 动涨 连续动涨等于已经四年 都没有调整过电价 所以这一次如果要讨论到 这个电价的调整 我觉得全面调涨是合理的 所以你选哪一个方案吗 没有 至于你是不是要调涨到 它可以调的最高涨幅 这个我们可以再讨论 因为它现在每次 电价审议委员会的一个涨幅 最高就是3% 所以老师你是认为要全面调涨 我认为应该要全面调涨 这样子才公平 坦白说 我今天看到第二个选项 全面动涨 我是觉得有点吃惊 所以没有 你老师心里是绝对不会选这一项 我心里面其实没有考虑到这一项 那这一项你有考虑吗 民众部长长用电大户 但我还是要强调 你今天还是要讲求公平性 所以我觉得要调涨 既然要调涨 大家都来这样 你就全面的调涨 那老师为什么选方案一呢 理由是什么 因为我们看台电的这个整个它的发电成本 其实就可以看出一些端倪 我们看一下这一张 这张告诉我们的是台电在去年前四个月的时候 其实它最前盈余有147亿 所以还赚钱 对 去年还赚 其实去年根本不应该赚钱 怎么讲呢 因为它的天然气的涨价是由中油去cover掉的 它的赚钱是建立在中油的亏损上 中油帮它吃掉了一部分的成本 没错 今年没有了 今年这种现象已经不见了 为什么中油今天不帮它吃这个成本 中油就请台电 你我买了多少钱 你就是要付多少钱 自己的摊子自己付账 对 所以你看今年前四个月我们去看一下光燃料 燃料的支出就已经1144亿了 今年前四个月而已 去年是595 观众朋友就可以理解到底涨多少 成本涨多少 当然这里头这595里头有一部分是已经被中油吃掉了 已经转嫁给中油了 所以当然也不太准 但至少燃油包括燃煤 包括天然气其实涨的幅度 欠菜省嘛 杀狭一胸 对 所以你才会看到这么惊人的数字嘛 而且这个才前面四个月而已 另外我要提醒观众朋友的也是这个购入电力 你看去年同期台电像民营电厂购入的电力才388亿度 今年为什么前四个月购入的电力就已经514亿度 因为你整个用电在成长嘛 用电成长的情况底下 如果台电自己发的电又没那么多 他只要买啊 那你今天如果跟民营电厂买你的这个费用一定会比较高嘛 因为每度电比他台电自己发电的成本都还要来的高 所以你看前面四个月他才会这个购入电力的支出有达到514亿 那所以全年这样子看下来是469亿 所以我们刚刚讲嘛 如果他继续 如果电价水益委员会真的选了第二个选项 持续动涨的话 那么估计台电今年的总亏损超过1500亿 甚至可能达到2000亿 是现在都可以预计的 所以媒体里面有一个报道说台电必须要等电价调涨18% 他才有可能打平这个成本 当然我们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不可能涨18%就完了 但我们说实在话 你今天要考虑说 刚刚我讲的八次的这个电价都动涨的情况底下 其实他跟他成本的落差已经变得很大了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表 这个表其实分两边 一边是台电的自发电力 另外一边是台电的购入电力 就刚刚讲的 用买的成本 跟自己发的成本 对 那我们来看 以前的燃煤发电成本很便宜 大概一块半左右 这个才去年 110年才去年的事情 到今年的前面四个月 它的燃煤的成本已经每度电来到2.72 两块七毛二 我们现在的自用住宅的用电 每度电台电给我们收的钱是2.59元 所以它继续使用的这个燃煤发电 发电发的越多 赔的越多 卖的越多 亏的越多 卖的越多 去年都还是赚的 但不是 今年已经不是这个样子 而且 天然气发电也很贵 对 但是我要强调 到目前为止 一直到今年为止 台电的燃煤的发电量 还是高于燃气 虽然政府有一个规划说 2025年要燃气50 这个燃煤30 可是目前的情况 都还是燃煤高于燃气 那刚刚阿关提到说 那燃气也很贵 没有错 燃气去年是1.92 每度的发电成本 今年已经来到2.58 2.58 就我刚刚讲的 住宅用电就是这个价格 那你更不要讲说 工业用电的价格 还比这个金额还要来的低 我插播一下 提醒观众朋友 这个什么概念 2.72的概念是 成本竟然暴增了7成3 我们的燃气成本暴增了3成4 你就可以知道 这个成本上涨的压力 就蓬蓬压力有多大 那我们再来看 如果我们跟民间买电的话 这个成本怎么算 跟民间买电的话 因为它是签长约的 所以那个价格呢 就没有办法说 你想调就调 是 所以我们其实看到媒体 有在报道说 有一些民营的发电业者 他们跟台电说 我们重新来预约好了 他希望能够把旧约解掉 因为不好嘛 台电怎么可能答应他 把旧约解掉 所以台电现在如果是燃煤电呢 它比较划算 对不对 他自己发是2块7 他买是2块2块5 他买的比较便宜 但是如果是天然气的 就不划算了 天然气它今年的价格 比去年还是多了 所以对它来讲不划算 但我要特别提醒观众朋友 请大家看到这个 我们一直在讲 这个价格的变动幅度相当大 可是各位看到 这个恒能发电的部分 虽然现在比例不高 去年其实只有9%多 它的总发电量的占比 只有9%多 但是它相对来讲 它的发电成本 是比较稳定的 所以去年全年是1.39元 没度电 今年到4月为止 每度电是1.5元 所以它整体来讲 整个核能发电 它的成本是比较低的 如果你跟其他的发电方式 来做比较 它是比较低的 而且它是比较稳定的 好 但是我们回来谈 现在周一就要开会决定 要拍板 到底要怎么涨电价 用哪个方案涨电价 问题是现在老百姓 也有另外一种声音说 不是不能涨 是为什么每一次都让全民去帮企业界买单 也就是为什么要全民去补贴工业用电 为什么工业用电那么便宜 对 那台湾的工业用电目前来讲 每度是2.4461元 那是亚洲最便宜的 我们来看这个表 那亚洲我们是排在最后面 也就是说我们是卖的最便宜 最便宜 那以今年一到四月份台电的成本 是2.63 也就是每一度补贴了0.184 这一补贴 连那个郑从华台达电的创办 你都看不下去 用收贵收了 你不能叫全民去补贴 那些有钱的资本家 那我说实在的 如果呢 这些企业界去年没贪钱 还是这几年没贪钱 那没话说 大家共提时间 问题是我们从GDP的角度来看 除非你是跟疫情有关的 海啸第一排 比如说你是做观光的 做旅馆的 做旅行社的 或者做小吃店的 不然一般做外销的 去年是贪到怕死人 对 尤其 贪到怕死人 他们赚那么多钱 有没有把他们赚的钱 回馈到员工身上呢 回馈到老公身上 有调心吗 没有嘛 除了公务员有调心之外 那为什么这些 赚了那么多钱的企业界 你给他那么便宜的店价 然后等到台电说亏损 要来弥补亏损的时候 要全民一起买单呢 我举这个 八成日子比较败贵的不是 我举我们国内的 富国神山台积电 它是台湾第一个 用电大户 第一名 它目前来讲 每一年用电是 155.58亿度 那这个概念就是占台湾6% 也就是这个概念是比现在台北市 用电还多 那么到2025年的时候 它新竹宝山再出来的时候 它会从现在155会跳到350.58亿度 这恐怖 2028年从这个高雄跟这个台中 两个厂再建好 所有台湾它目前所推的厂通通建好以后 会到549.58亿度 那这个概念是占台湾的13% 那有台电人士说 这个等于是这个三组的河山机组 再加上台中火力发电厂 十部机组全开加起来 还不够用 但是我们跟台积电 跟其他的所有的工业大户是不一样的 台积电是不能停电 不能缺电的 很多工业大户说 平平你拼减减减 我就比人家小狠吗 我举这个去年的303的一个停电事件 那停电事件呢 连那个苗栗跟铜锣 两个工业区 因为我们本来就有电 我们这个电很充裕啊 结果呢 我们电没有用啊 就从全部拉到别的地方去 我们还轮流供电 那高雄更不用讲了 高雄的林园啊 大林埔啊 那一些的石化厂 轮流供电 不单是轮流供电 每天都接到这个经济部的电话 哎 较缺的啦 较缺的用的啦 那些石化大户真的跳起来 那些大佬说 哎 如果说半导体不能停电 我石化大户也不能停电啊 啊 较缺的你拚经济是怎样 他说很简单 当然说政府答应台积电 不缺电不停电 不但台积电这样子 连护国群山台积电的上下游那些 只要在足科的 也都是台电的A组的VVVIP 也是不能停电的 但是你不能叫啊 就叫我们再停电啊 我们是不高水金的 所以现在很多人都愤愤不平 当然 上游是护国神山 上游是护国神山 对不对 对 所以不能停电 所以他不会停电 难怪刘德英说 他不担心停电 因为再怎么停电 你都不会听到他 但他担心是跳电 那么回来讲绿能 说好的绿能呢 老师 问题是说好的绿能呢 对 我们先来看一下台电 这个最近几年的一个受电量 它其实关于去年 去年其实整个用电成长 多出了比前一年 多出了一百零九亿度的电 所以你如果去看他的 整个用电的增加幅度呢 那是四点七个不正 其实这个很高 你知道我们经济部 他自己预估 以后每年还有最多的用电成长 大概就二点五% 去年就已经突破他的 这个二点五%了 所以我们根本 日后的这个用电的这个成长 绝对是高于经济部的预估 如果今天像经济部讲的 台商回流 然后气流要扩长 用电量只会持续的畅生 那我们现在去台电的官网 看到他的这个供电灯号的时候 其实你一直会看到的 最常看到的就是绿灯 坦白讲像这个今天的这个八点四七 也是这几天 因为天气比较热嘛 所以他的这个供电 就出现吃紧的状态 所以他出现了一个黄灯 但是他 这是今天的灯号 这是今天的灯号 他还有八点四七八 可是你问我说 那这样子供电是不是充裕 供电当然不充裕 因为黄灯已经出来 问题是有没有风险 有 有风险 像今天不是天气特别好吗 这太阳光电 他的发电量其实很高 都超过四百万千瓦 所以你如果把四百万千瓦 算进去的话 其实这里面的八点四七 有一大部分都是碰轰的 所以我一直在讲 所以这八点四七里头 有很多是太阳能贡献 这个大概有五%以上 都是太阳能贡献出来的 所以我们一直在讲 台电现在的灯号 就像个安慰剂 你顶多就看到一个黄灯 大部分时间你都是绿灯 但那个其实就是一个假绿灯 所以我们现在比较担心的就是 当我们的这个用电的情况 还持续的在成长的时候 你原来政府跟我们讲说 我希望这个再生能源 可以以后能够单 单刚来负责这个核电除异之后的供电 来来来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 这个是太阳光电跟离岸风电 政府原来的规划 那红色的这个部分 是它原来2025定的这个目标 那今年已经2022嘛 那这个数据是统计到去年2021 那大家可以看得到太阳光电 大概离它的这个2025的这个目标值 20个Gigawatt还有一段距离 我觉得最离谱的就是下面这个离岸风电 离岸风电它原来估计要5.7个Gigawatt 到目前为止一个Gigawatt都不到 那你说它在2025年要达到这个目标 根本不可能 而且我刚刚已经提醒观众朋友 我也跟阿关讲了 这个离岸风电 厂商如果采用阶梯式费率 一度电7.1元 为什么现在反映出来的一度电只有5块钱 因为它的比例很低 所以它的7.1元的成本还没进来 等到日后购电成本7.1元 它的这个发电量也开始增加之后 当然那时候的成本又会来得更高 所以这一波如果真的要涨电价 绝对不会是就这么一次了 以后还会经常性的要调涨 也就是说这一次涨了之后 后续会涨不停了 而且 最难就难在第一次吧 因为已经动涨八次了 所以这一次要涨 我相信各界的反弹会比较大 但是有192有293 我们有心理准备 没错 而且你可以预期就是会发生 你看一下 我们最近这三年 从108年109年到去年110年 整个我们的发电结构 大家可以看到还是以化石燃料为主 再生能源 风能太阳能贯藏水利 还有这个废弃物发电 全部加起来 到了去年也才6% 那还好我们有一个核能发电 它现在还有将近10%左右 那刚刚已经讲了 核电的发电成本 现在只有1.5元 那所以其实在刚刚提到的台电的亏损里面 如果今天连这个最后10%的核电也不见了 那台电一定会亏得更大 缺口会更大 对 政府一边打着旗帜说 我们要拼绿能家园 另一边却放宽用电大户的标准 观众朋友可能会说 用电大户的标准跟绿能有什么关系呢 息息相关 因为我们经常听一句话 你享受的权力越多 你就应该寄越多的义务 这用电大户用了这么多的电 而且还是全民买单便宜的电 那政府就说你既然是用电大户 你一定要搞出能 你一定要做绿电 但用电大户偏偏不想做 对 那政府其实在这个 发展绿能的一个条例里面 它自费武功 本来我们规定 用电大户是800千瓦以上 有5400家 那这5400家 占我们全国的电力费消耗 是35% 结果在2020年的时候 这一些所谓的利益团体游说以后 修改了 把800千瓦改成门槛 拉到5000千瓦 这5000千瓦剩下506家 已经砍掉一半了 就说800千瓦到4999 那如果我这个工厂是5000 刚好5000千瓦 我就关掉一天 我就说我4980 我就不用了 那因为我们的再生能源条例规定 就是说你如果是在大户用电 这一个行列里面 这管制名单里面 你要自备10%的绿电 那10%绿电我怎么自备呢 四个选项 第一个你设置再生能源的设备 你看现在才46% 我们看这个大饼图才46% 第二个购买绿电 跟人家购买绿电 现在占50% 其他后面的设置除能 以及缴纳代金 差不多4%左右 所以政府你收不到 你这个效果收不到 那业者他讲说什么 不是我们不设置 我设置那个储能装备会用很多钱 那政府规定 只能自己享用 不能卖给别人 你也好 那电不是放平衡 现在也可以放在冷冻 那电没放就派去了 所以他就弃电了 所以说这样我没有了 我感觉我来跟别人买 说我来跟别人买比自己来摄比较适 就像我们的政规计 我来跟他们买就好了 这样比较适 所以目前来讲 我们离岸烘电的成本是4.66元 太阳能是4.49元 我们公用的一个成本 差不多加起来差不多2.66元 所以政府在这个地方 一方面智慧武功 以和王养绿也不要 大幅又把它提高门槛 所以不用说也没搞定 好 那我们回来看股价 在今天绿能股很强 对 一听到要涨电价 马上股价就动了 不是 因为下个礼拜 我们刚刚讲那个绿能再生条例 要修正案 从修正以后 所有的新建 政建 再建 所有的房地产 房屋 工厂 所有只要屋顶上可以装的 通通要装光电设施 好 所以另外还有一个力度就是 新建物要强制设太阳光电 也让今天的绿能股 并并并并并并 今天是大跌三百多点 是啊 绿南区你看这会有心想 落三百多点 开半都漲停 开半都漲停 那是不过来留着 不好意思 因为看大家都落 我没落一段 不好意思 我落下 我们来看联合再生 联合再生 今年的第一季赚0.34元 那我们讲再生能源 那就是再生 所以我们来看看K线图 但是目前今天有突破季线压力 算起来是一个强势整理的格级 那现在就是政策力多 所以我想只要政府做大多 你跟对了这个方向 它就有想象空间 好 我们再来看 从筹码的角度来看 其实包括茂迪 安吉 大同 联合再生这些绿电股 大户的持股筹码都是增加的 所以这个时候 拐 说实在Q有九百 乌多百的买 那这样的股票可以买吗 当然可以 刚刚我们教授会讲 你看那四五 都四五块 台电买人两块五百够 自己买四块六块六 这个中间买多好谈 这些都是跟政策有关的 一些相关人士去买的 所以这买不完 这也可以买十年 二十年一直买 反正你现在规定2050年 我们的绿能要到80GW 那目前来讲只有8.1几个月 都没有10% 所以未来想象攻击很大 憲哥好像意在言外 好 我们来投一下票 大盘落得咪咪咪咪咪 绿电股到底在这样氛围之下 能不能做多呢 不是说覆潮之下无碗卵吗 还是他会违逆大盘的走势 任何可以做多的请举圈 请举牌 好 我们看到有两票圈 两票差 为两举差 为什么 基本上从今天开高走低就知道 其实这里幅额还是比较多 当然我觉得政策 这是一个长远的利多 可是短时间来看 现在因为市场趋于避险 所以资金还是会从一些 高波动的中小型股 慢慢地撤出来 好 请举牌 先来点赞 快点赞